早前副首相阿莫扎西就放出风声 说沙巴古岛毛绿容不下三头狮子 所以有人呢是一定要走的 那之后江湖传闻 其中一头狮子也就是原任古岛毛绿国会议员 兼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达兰呢 会在这一届的大选转战其他选区 而最有可能上阵的就是十邦加选区了 那十邦加现任的国会议员呢 是已经被巫统冻结党籍的朱玛伊德里斯 而在传出阿都拉曼达兰 将会上阵十邦加之后 昨天十邦加有七个区步的150名巫统党员 因为不满而宣布退出巫统 加入了沙菲奕的明星党 沙巴十邦加巫统七个区步领袖 带领150名党员退出巫统 并在昨天晚上正式呈上入党信函给沙菲奕 正式加入明星党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充分的 针对沙菲奕成立的明星党 被那位很有可能在十邦加上阵的 旧同僚阿都拉曼达兰取消 说明星党太小是文子党根本微不足道 但沙菲奕却反驳说千万不要小看文子 因为很多人是被黑斑文钉死的 而针对十邦加的这一波出走潮 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达兰子表示 之前巫统及国阵成员党 有那么多名重量级领袖先后离开国阵 都没有因此而弱化 所以现在也同样不会对该区步 带来什么影响 而且他还说这群人之所以离开 很大可能还有其他的利益关系 他们已经死亡 是他们的幸运 他们可能看到 有机会 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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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部门